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塑化剂污染事件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 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除了规定违法黑心厂商 可处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之外 罚金的上限也提高到一千万元 未来针对违法添加不当物质 在食品当中的黑心商人 修正案的第31条 提高罚款上限到六百万元 主管机关也可以命令歇业 停业或者是废纸他的公司登记 另外在第34条 针对故意犯 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 或者是一千万元以下的罚金 如果是过失犯 也得以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六百万元以下罚金